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每周360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首先第一则新闻就是Honda City小改款 终于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了 其实这一款车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很期待 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市场 最畅销的V-Segment Sedan 而且呢这一次的升级非常的有诚意 虽然说小改款的Honda City 跟小改款前一样有五个车型 但是这是五个车型的配备 说出来会让人吓一跳 因为全车系都标配了Honda先行 也就是讲你买到最入门的S版本呢 你都可以享有SCC啊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的安全配备 另外最顶级的RX-E HEV版本呢 则是会有Stop and Go的功能 这一点是不是让你很惊讶 除此之外这两车还有几个升级的点 就是呢RX的版本包括汽油RX呢 都会搭载这个Honda Connect功能 如果是其他有普通版本呢 Honda Breach也允许你去选配这个配备呢 价格大概是2500块左右 除此之外呢 原厂在这个触屏主机的部分呢 也进行了升级 这次的分辨率非常的高 看的效果非常的悦目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升级版的荧幕 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建议你去展示听看一看这个升级版的荧幕 你应该会很喜欢 虽然说尺寸还是8寸 但是显示效果比起小概款车更好 而且除此之外 顶级的RX版本呢 还支援了这个无线的Apple CarPlay功能 这一次可以讲把主流的功能都塞进去了 至于价格的部分则是有小小的上涨 所以大家可以去展示听询问详情一下 然后也可以点击我们的新车介绍影片 第二则新闻就是 Mitsubishi 进军B-Segment SUV市场 全新的X-Fox SUV呢 在印尼发布 这一款车的名字有点绕口啦 叫X-Fox 可是呢 实际上它是一款专门为东南亚打造的B-Segment SUV车款 你看它的车身尺脉哦 它竟然还比Honda HR-V还要大一点点 其中它的轴距达到了2650mm 所以可以预计呢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会很不错 至于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它跟这个SFC的概念车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外观设计非常的前卫 老实话我自己看了 我会蛮喜欢这个外观设计 但是在内装的话 它就比较朴素一点点 其中呢 这个X-Fox SUV的风格非常的强烈 但是它采用了双联屏的设计 而且中央的这个触屏主机也非常的大 我觉得蛮符合现在的需求的啦 不过呢 比较可惜的是 这辆车只是配备了1.5公升的自然进去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达到了103HP 我相信啦 很多的朋友会表示 这台车的动力表现应该会蛮差一下的 不过实际上呢 我们要等到这款车发布 才知道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怎么样 可是我建议呢 Mitsubishi 本身都有这个Mineway Turbo 1.5的版本 可能不在未来可以考虑把这具引擎放进去 我相信这款车应该会爆单 至于这款车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很大的机率会来到 因为这几年Mitsubishi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应该会引进新的车款来扩展他们的竞争力 你会不会期待这个X-Fox到来马来西亚呢? 第三则新闻跟马来西亚市场有关 就是Mersetis AMG C43被目击到在Buggan的工厂局附近行驶 有可能会以CKD的方式在马来西亚贩售 实际上呢 上一代的C43 AMG呢 是已经在马来西亚CKD的 也成为了马来西亚首款CKD的AMG车型 上一代的C43呢 是采用3.0公升的V6涡轮增压引擎 动力表现非常的不错 因此呢 在发布的时候 加上这个CKD价格有优势 在马来西亚市场卖的非常的好 至于新一代的这个C43呢 它的引擎看似降低了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动力表现比起3.0版本更出色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是升级的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它采用的是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这个涡轮增压引擎是AMG著名的一人一基引擎 也就是正统血统的AMG引擎 上面还有工程师的这个签名 如果这一次这款它在马来西亚CKD的话 你可能可以以非常平价的价格呢 获得这个 拥有AMG工程师前名的AMG车款 虽然它在排气量的部分呢 它只有2.0公升 但是它配备了F1的涡轮增压技术 也就是导入这个F1的混合动力系统呢 来降低涡轮磁环 因此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402HP 峰值扭力表现500Nm 0-100的加速只需要4.6秒 重点是在马来西亚2.0公升的引擎 RUTEX会便宜一点啦 大家会不会期待这个CKD的C43 AMG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四则消息还是跟马来西亚市场有关 也就是全新一代的Honda CR-V 可能会在最近更是公开预定 在今年上半年Honda Malaysia是比较安静的 可是到了下半年新车款拼出 WR-V跟Honda City已经发布了 那么下一款发布的车型会是什么呢 根据消息指出很有可能就是CR-V 全新的CR-V其实在国外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 这一款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外观设计变得更好看 而且内部的空间变得更大 它的轴距从目前的2660mm 提升到了2700mm 所以可以看出上一代的空间表现已经很大了 新一代应该会更大 而且新一代的CR-V在国外同样的也是匹配了 这个五人座跟七人座的设定 所以相信这一次马来西亚版本应该会导入这个七人座的版本 而且在引擎的配置部分应该会跟国外一样 分别是提供了1.5L VTEC Turbo 引擎 还有2.0L IM&D混合动力引擎 其中涡轮引擎的版本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193PS 分子能力表现243Nm 至于这个混合动力版本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04HP 以我们之前试驾这个Honda Civic EHEV版本的经验呢 我相信这个混合动力版本应该会非常好看 但是这个混合动力版本只提供5人座的设定 所以如果你要七人座的设定 可能只可以买到涡轮增加版本 只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款车的上市时间 而且这款车可能会是Honda本来却今天的压轴产品 因为除了CRV之外 它们今年还有一款车要上市 大家猜猜看这款车是什么车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最后一辆消息就是Pro Duo Beza 大改款的消息 这款车已经在开发中 最近很多网友问我们这个Pro Duo Beza什么时候会推出大改款 根据消息指出这款车已经在开发中 但是它并不是基于Toyota Vios打造 而是基于现款的Asia打造 同样的会采用DNGA的平台开发 车身尺码会跟目前的Asia类似 但是空间表现会更大 除此之外有一些消息指出 这款Beza很有可能会搭载1.0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Pro Duo现在目前在逐步淘汰 原本的1.3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并且用这个1.0公升的引擎来进行取代 所以未来Pro Duo Beza 大改款呢 应该会提供1.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0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两者都是匹配DCVT的变速箱 至于上市时间呢 可能大家还是要等一等 因为根据原厂表示 他们未来一年只会推出一款全新的车型 而在2024年呢 他们会推出这个D66B SUV 2025年推出全新一代的Pro Duo My-V 所以如果这样子推断的话 全新一代的Beza最快都要2026年才可以看到 可是事事难说 可能Pro Duo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那么我们就期待Pro Duo会不会给我们这个惊喜啊 好啦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